爸爸,你放心吧 啊,爸 爸,你这样吧 你就放心,啊 这个事儿,十个月以后见 好的,爸爸,再见 刚子,啥十个月以后见呢 来,媳妇,来,你过来 干啥 你坐这儿 师父,刚才我爸爸给我来了个电话 你爸给你来电话 你坐我手干啥呀 有你的事儿 是啊 说吧 我爸说想让我们再要一个 我答应他 我刚才跟他说,十个月以后见 你懂吗 你答应了,我还没答应呢 你要无土栽培呀 看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这不是人家跟你商量吗 不商量 为啥呀 人家,人家还得保持体型 在这方面你尽可放心 你生不生体型基本上没啥变化 这点我是比较自信的 哎,等会儿 我有个重要的事儿问你 你说 是不是你爸 要抱孙子 你才让我生的 没有 我爸还真没这么说 即使他有这个想法 我也没有这个想法 你看啊 如果咱们再生一个男孩 咱们家就是龙凤城祥 如果咱们要再生一个女孩 咱们家今后 就是草原英雄小姐妹 好 老公 你要是真这么想啊 那我就 升 好的 你又没有什么别的事儿要干了吗 我要去趟药店 去药店干啥呀 买叶酸 好的 你去买吧 好 好 那我气了啊 拜拜 看见了吧 就我媳妇儿 生不生 这体格子就放在那儿呢 肥 太有肥 没肥呢 我们是蛋 等孩子十八岁以后再出来 什么造型 起来行不 怎么对了这是 你看不出来啊 我被二米粒给踹出来了 又为啥呀 我刚才在屋里给他发了个微信 看完了他就急眼了 你可真行 两口在屋里还发什么微信 有什么事儿直接说不就完了 我从网上看着呀 运速啊 多看一点漂亮小孩的照片 将来生孩子 那孩子就跟照片上小孩一样 所以说我在网上就找了很多漂亮小孩的照片发给他了 看完了他就急了呢 咔一脚踹我出来 十八年以后再见 不会呀 什么照片啊 你看在这儿呢 你看看 我看看我看看 哎 哎 哎这多好啊 你看 你看这全是小男孩 多漂亮啊 哎呀 大姐夫 啊 坏就坏的全是小男孩了 怎么了 其实二米粒想生个女孩 她怀孕之前就跟我说她想要个女孩 哦 那你想要什么呀 我 干啥呀 我当然想要男孩了 你想想 生个小钱润风 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骑在我脖子上 到时候在街往邻居面前 我说 我们家房子首付谁付的 小孩说 宝宝 多好啊 那你就直接跟她说 不就完了吗 我敢说吗 所以说我就用这些照片进行无声的抗争 你抽你那个死出 你还抗争 你那是作死 来来来来 起来 不是让你离家十八年吗 赶紧收拾收拾收拾 一走十八年得准备不少东西 大行 什么玩意 你还真想让我离家出走十八年呢 哎呀 顺芬啊 就这么点事 回去跟她说清楚 不就完了吗 我说不清楚 这么点事 怎么还说不清呢 这么点事 你就帮我扛一下呗 你不会是又坑我的吧 我没坑你 你就帮帮我吧 要不然我就得撵出去了 就这一个事吗 就这一个事 不会是坑套坑吧 没有 就这一个坑 坑里边有水吗 汉坑 顺芬啊 我跟你说 这话我不是说你 怎么了 你说这么点事 你也让我替你扛 丢不丢人呢 以前你让我扛的那些事 不管怎么说 那还是有一些质量 能体现我的家庭 你这么点事 一点挑战都没有 哎呦 这种事有什么可扛的 那咋样 把阿米叫出来 我给你搞定他 好不好 你把这个给我发发来 照片 发到我手机上 走 发过去了 走了 收到了 照片啊 把他叫出来 给我30秒 我还你一个18年 30秒 好嘞 二米店 挑战都没有 媳妇 喊什么喊 媳妇 秦时发 哎 你怎么喊我啊 我不是 赶紧的 18年以后再回来 哦 站住 二米 来来来来 大姐夫跟你说点事 说什么呀 二米啊 嗯 这些照片 是我发给钱顺芬的 行了 怎么着还不信吗 你发给钱顺芬的 谁信呢 啊 物证 人证 被害人 全促齐了 不是 大姐夫 你说你说你是不是 闲的呀 怎么呢 你没事存这些照片 干啥呀 我有用啊 啥用啊 怎么就许你们生孩子呀 我告诉你 我正式宣布 我和你大姐 要再次扬帆启程 我们准备要二胎 啊 我跟你说啊 我听人家说呀 看什么生什么 前一个咱不是女孩吗 妞妞 我就想再要个男孩 所以我就给她准备了这么多 小男孩的照片 明白了不 发错了 发到钱顺芬那儿去了 看你大姐 这扯不扯 我还误会我们家前身份 这一交给我的 我估计够呛 没事吧 没事的 媳妇你回去歇着吧 不疼吧 没事 你都串习惯了 回来 回来 哎呀大姐夫 怎么样 去了大姐夫 多长时间 卡表 26秒4 你看 我说什么来 我给你说 30秒啊 一点挑战都没有 大姐夫 大姐夫 你替我看 我突然想几个事 来来来你坐 我问问你 有趣了 哎 哎 二迷 说 有什么问题你说吧 大姐夫 嗯 作为我大姐的亲妹妹呢 嗯 那么问题来了 请说 你喜欢男孩 不喜欢女孩 这事 我大姐知道不 当然 必须知道 明白不 我已经跟他声明了 我说必须是男孩 明白不 你懂了吗 懂了 那个大姐夫 那要作为你的亲小姨子 问题又来了 嗯 那你说我大姐 万一没生好 生个女孩 咋整啊 那不行 那不生虫了吗 生虫 正在有趣的时候 干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好 嗯 我告诉你 二迷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大姐的生活将会非常悲惨 大姐惨到什么程度啊 赞他错 万他喜 逼他塌 现在不也是塌呢 哎呀 对 将来还是塌 哎呀 一样是 大姐包包 嗯 爷们 我最后再问你个问题吧 好 你知道我大姐去哪儿了吗 去哪儿了 她在配合我 去药店买叶酸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最惨的时候 看见吗 最惨的时候 哎 哎 我的天啊 大姐包 大姐包 大姐包你醒醒 你可得挺住啊 大姐包 大姐包你得坚持到底啊 是不是 哎 不能说瞎话 啊 说瞎话是容易遭天谴的 哎 怎么你老说瞎话 你不遭天谴呢 我没说瞎话 赵刚刚 站起来 你站起来 媳妇你听我跟你说 好啊你啊 你口口声声说 生男生女无所谓 还什么草原小姐妹 这叶酸 这给你吃了吧 我吃它也没用啊 怎么没用 你不喜欢男孩吗 你自己生吧 无土栽培吧 还十个月以后见 六十年以后再见吧 完了 完了 赶出去了 六十年以后 一个甲子 我还回得来吗 哎呀 大姐夫 这就不是我说你了 你这一点啊 就得跟我们家顺风学 你这一块 你就真不如它 表示 赵刚刚 你说生男生女 不都一个样吗 你怎么能做出这么 你太不像话了 你 不是 前顺风啊 你小心 阿米丽怀孕了 你不能刺激她 那个媳妇 走 回去休息 坚持 等会儿 等会儿 哎哎哎 你留下 啊 在干啥呀 帮大姐夫 收拾收拾 啊 五十年了 回来 胡子不都得搭了地了 帮她收拾收拾 给她准备点干粮 让准备两块大葱 大姐夫 两块大葱够不够 呸 咋去了 前顺风 你也太不像话了 我咋去了 你看看你刚才说那话 这不是你真是我干的吗 啊 你就给我挖坑是不是 你通了我是不是 大姐夫 这事咱可得说清楚啊 当着街坊邻居的面啊 怎么的 一开始 我给你挖的是一个浅坑 对不对 是你自己说的 没有挑战 你跳到浅坑里 给自己又挖了个深坑 对不对 你又说无趣 你于是在坑里又浇上了水 呃 呃 呈着了吧 我那不是为了挑战极限吗 那还是怨你啊 不管怎么说 这个坑也是你邀请我跳的 顺风 你必须得帮我 你这个事做得太绝了 我帮不了你啊 前顺风 我告诉你啊 其实是 我一走就是六十年 顺风 你走吧 你不想想啊 这六十年你得犯多少错 我告诉你 你要没我自己扛的 你要能活过三三天 我做你命令 我突然明白了 大姐夫 我帮你就是帮我自己 当然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我这个人挖坑挖习惯了 填坑我没有经验呢 不是你 你是 你专业怎么这么单一呢你啊 啊 大姐夫这么讲 我求求二米粒 小二米粒大米粒亲姐妹啊 行行行行 好不好 你赶紧的 那个二美粒啊 媳妇 啊 媳妇 哎哎哎 哎媳妇 大姐夫 哎 怎么还没走呢 大虫不够啊 还是没大将啊 二米粒啊 二米粒啊 你拍拍 良心想一想 大姐夫平时对你怎么样 是 二米粒 大姐夫一走就是六 六十年 一个家子 你就忍心大姐夫走吗 你就忍心我和你大姐分开吗 二米粒啊 大姐夫是咱自己家人 就算她是个外人 咱也不能眼睁睁地看见 人家两口子两地分居 六十年哪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你就不能替大姐夫扛一下吗 我怎么替大姐夫扛啊 要扛也是你扛啊 平时不用大姐夫替你扛吗 对平时都是我替你扛啊 关键是这个事我替她扛不了啊 这是 你咋那么笨 我咋说呀 你就这么说呗 你就说我喜欢小女孩 你呢喜欢小男孩 然后你就给我发了一堆小男孩的照片 我就激了 你就怕我生气啊 你就找到大姐夫 你就跟大姐夫商量 怎么替你扛 当大姐夫正扛到惨的时候 我大姐夫出现了 不对这点事吗 这个事你扛 你挨什么 你挨什么你 这不行啊这个 怎么能够 二美丽你编的这个故事 太像真的了 这怎么是编的呢 这本来是 你小心点 你怀孕了 你不能刺激他 那到底什么意思啊 那个大姐夫就是说 你编的太好了 你太聪明了 这个时候就别夸我了 你就照我这么说 跟大姐说 去 对赶紧去 不是我不能说 我一说 大姐就认为我骗他 你得说 二美丽 求求你 你说吧 你说大姐能相信 你算了 轻易不骗人 是是是 行 交给我大姐夫啊 那个 给我十秒钟 管你六十年 我的天 想好了 好嘞 你俩 先闲点 倒计时 开这 好倒计时 十 九 八 六 七呢 七 干什么玩意 数这么快 七 五 六呢 六 你自己数吧你 我帮不了你 五 四 三 三 三号不是二吗 你就是个二 二 一 待会儿 完 大姐夫 大姐夫 早见 有请我大姐 刚才 我最热 的爱 我爱你 让我心 让我自己 大饼 大饼 我闯不上车来 钢子 你是不是又舍身取义了 你不能总这么干 你都干死自己多少回了 好心猛 这就行了 大姐啊 行了 小土豆子 你闭嘴吧你啊 你没事老给我们家钢子挖坑 而且这次挖的还是连环坑 你还往里边注水 没有 我错了 水 钢子 你给我倒点水 怎么倒水干啥呢 我要吃 叶酸 是不是 看见了吧 这就是配合 明白不 这就是合作 明白不 这种财心的计划 这还是挑战中的一样 有趣 你无神的计划 谁是那 看着没有 你媳妇我这能力 十秒钟 不只还大姐夫六十年 还给我大姐掌鼓了好方的 哎呀 行了 别吹了 你整个真故事 你去骗人 谁能不信呢 你还真 怎么真呢 你刚才编那故事 就是个真的 我和大姐夫 就是这么干的 你还你还 啥吹啥玩吹 你还吹吹 那万天 是你想要男孩啊 我当然就想要男孩了 小钱是风多好 然后怕我生气 你给大姐夫挖个坑 然后大姐夫 那还跳下去去了 那不骨子跳下去了 哈哈哈哈 钱准帮 哈哈哈 带着你的 驾着 驾着你的马车给我滚蛋 妈呀 我说漏了 大姐夫 还没开中文呢 你人家来了 你站住 这个这个有坑啊 这坑里边有水 这里边有冰子 我打开呀 打打打 也不客气 这坑里边有脸 我打开呀 那我打开呀 那我打开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